后的空气是格外的清新 大家好 今天的话又从这条河往上去 去那个上面 看一下那个上面有没有石杆 这条河岸的话 去了有差不多三米多 上面起 上法下掉 好了 出发 拿好装备 过不然等一下又要下雨 天哪 真是不准够 好 出发 这里一个小新的发电站 弯弯曲弃 过来后面 过去 今天还是要手感 昨天已经过去 所有的伤心和烦恼已离去 你要小心明天的天空 会更为难 会更为难 你会把你这一只能听着的佛服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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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又挂上一条 实际上可以 白白的肚子 背部的花园漂亮 是需要好好地揍 解开 好像有刺啊感觉 走吧 掉了 哇塞 漂亮 哇 还想跑 够得妥妥的啊 漂亮啊 大的石斑银啊 哇 这个不说多了 将近二两是有的 花长这么长啊 哇 还跳 还跳 哇 漂亮 又掉了 怪在啊 每次到这个地方 一咬一就会掉 运出吧 哇 哇 再来一下 好大 要湿了 哇 哇 手感很强啊 拼命的帅 朋友叫我放到他仪塘里面去 我感觉啊 如果那个水啊 水质不是很好 然后活水比较少的话 应该是很难承获的 因为这个西斑银 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 喜欢比较冷的山泉水中 你看 像那个下游的话是没有的 水温过高 然后比较纷索 是不会给这种石斑银生成 这种小溪边的石斑银 它吃石 快 准 而且狠啊 因为这个小溪嘛 长年的水流是比较急的 一涨水的话 就山上的虫子 可以冲到河里 然后它就迅速的 帅石 它退完水后 它就用了寻找食物 吃石非常的猛 他就说哇 这个汁也好 主要是我们这里是没人去垫 网也很少去网 所以的话掉一掉 关系不大 漂亮 今天这个钩子 夹在石缝里 也可能是大雨 结果钩子都不见了 可能是太猛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朋友们别忘了点赞 关注啊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那我们下期不见了 他们下期不见了